台湾世界展望会蓝海计划迈入第二年 以华东地区共有四支队伍80多位的学生参加篮球训练 2月2号、3号举办东区其中交流竞赛 看到孩子们在球场上展现自信与学习成果 是展望会推动计划最重要的价值 为了鼓励学生培养运动技能也形塑品格和价值观 台湾世界展望会去年开始推动蓝海计划 在全台湾办理篮球训练课程 让学生在运动当中学习自我要求 也促进各项进步 我想蓝海计划主要是我们在去年度 由台湾世界展望会来推动的一个运动教育翻转的计划 我们期待透过运动来翻转孩子的生命 我想透过运动让孩子来学习纪律 也学习自律 一直学习他在团队里面怎么透过合作 来跟他其他的队员来完成共同的目标 那特别我们在每次的交流赛的晚上 我们会有一个mental的讲座 就是我们会邀请在不管在运动 特别是运动方面有成就的一些人士 来分享他们在运动的过程里面 他们所经历的一些考验 他们怎么克服困难 来提供给孩子 作为一个孩子的典范 宜花东区今年有四支队伍将近80位的选手加入训练 2月2号到3号两天 在花莲举办东区其中交流赛 看到孩子们在球场上展现自信 挥洒青春汗水 也呈现训练了一年的球技 这就是展望会蓝海计划的最重要价值 展望会表示 透过运动训练 希望可以培养孩子在各方面的正确观念 还有学习态度 以及注重品格发展 更感谢许多企业支持和赞助 让蓝海计划能够持续推动下去 接着会幻视报道